你... 你... Where's Stanley? 咦? 為何你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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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做甚麼? 賣菜 賣菜? 我見到Instagram 我見到... 咦? 為何有啤酒喝口? 那也有啤酒? 那也有啤酒? 那麼快被你打到? 我立即開車過來啦 好厲害喔 因為你來這裡很近 我過來這裡其實是20分鐘 是啊 很快 真是很快 是啊 我立即過來撞你 為何呢? 通常呢 一定是看到那些櫻花的拿朗在拍照嘛 我一過來就知道這個位置了 是啊 櫻花樹下當然要拍 不過有些很冷的 哈哈 不過不是喔 老實說真的挺漂亮的 是啊 因為我偶爾過來工作的 但沒有走過這個商場 這個是Willoughby 這個真的挺好 老實說 那你們過來是做甚麼的呢? 介紹Langly 介紹Langly有甚麼特別的嗎? 最近最Hit的嘛 所以我想介紹Langly 是啊 所以我想介紹Langly 哦 說這裡最火熱 是嗎? 是啊 不如這樣吧 說多一點來聽聽 好啊 我放下東西 就慢慢聊一下 我都放下 你們都放下 我都放下 不要這麼倦戀的 我現在有時間跟你聊 我想問一下 來到Langly 我平時也有工作 那時候就去一些韓國超市 比較熟 但這一邊我真的很少來 所以我特意過來 遇到你們之外 就順便身看看 了解一下環境 了解一下環境 其實Township of Langly 和Langly 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我們今天focus 先說了Langly的地方 Langly 就由196加2東 44 Avenue 以北 一路過了TransCanada Highway 上面那個叫Warner Grove 都是Langly 而且是208加2西 這一個就是大約的分佈區 三個residential area 就是比較成熟些的區 就是Willowbrook area 第二個就是Willowby 這個就是Willowby 以前什麼都沒有的 荒山野嶺 現在很漂亮 是荒山來的 他就建了很多 community 有校區、社區、Apartment 和Townhouse 第三個區 就是比較多House 住宅的Warner Grove 那邊是不是有Skytrain Skytrain 就是會由King George 停站去Fleetwood 之後下一個最後的站 就是203階 大約Willowbrook Mall 那裡 但也要十年的計劃 十年? 起碼溫哥說 一向都是 一向都是 未完全批准 還要有些分定的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區域真的很舒服 看到你買的東西很方便 這邊超市 剛才我進去 咖啡店、瑜伽店 然後咖啡店 有幾間 很舒服的環境 高級朱古力店也有 對 瑜伽也有 對 好像什麼都齊 但還是軟 為什麼要搬進來 其實最近大家都有看新聞 地產新聞 就知道Langley的樓花盤 排隊買樓 Walnut Grove的房子炒得很厲害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其實因為市區的樓價升得太厲害了 變成本地人和香港回樓的客人 都開始往Langley的方向去想 因為確實價錢吸引很多 例如我們上一段影片 剛剛提到Noble 一個二千多呎的居住 是90至100萬 就是看你選擇哪一個方位 但在Richmond的居住 市區的開始價錢 都是120多萬 即是20多萬 新的那些 即是全新的那些 在庫林也是 都去到過百萬一間居住 全新的 庫林升得很厲害 而且沒有那麼大 Langley的居住 普遍都比較大 1,600至1,700呎 去到2,000多 所以第一 價錢的原因 大家都會開始往這個方向去選擇 第二就是環境 其實Langley這個城市 是比較多farmland 即是很多outdoor 如果你的家庭 或者小朋友很喜歡戶外活動 很喜歡接觸大自然 Langley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純粹我們去玩這個紅莓行 是的 Crosbury Farm 沒錯 很多farm 很多可以叫做大智 很合家庭 對 很合家庭 因為加拿大政府也知道 每一個城市都會保留它應有的特色 Langley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個 第三 其實它的校區 很多人不知道 也都是 Ranking挺高 其中Langley Fundamental Ranking很高 另外還有一個RE Mountain Secondary School 是有IB Program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父母都會因為IB Program 而申請她的小朋友進來讀 即是可以拿Credit 是的 入大學 可以有些學分去補給 因為它是屬於升級班 可能是大學一年級的 天才級班 又不一定是天才 即是月級班 你也是那時候 讀過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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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突然間 這一年 Langley的發展也多了 那麼多人進來 都是這個原因 但是我們也想說一下 Langley有好當然又不好 或者你們比較不會選擇 即是未必那麼喜歡的東西 當然第一 Joey剛剛提到Sky Train 但其實Approval 再起源 可能是5至10年後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去Langley 出市區確實比較遠 剛才不塞車都要45分鐘 是的 在Richmond進來都要40至45分鐘 不塞車 現在塞車的情況下 是超過1小時的時間 一個半小時 我試過塞車之後做 是的 在這裡工作 是的 即是家庭工作 是的 而且你在這裡工作 小朋友又小的 十年都可以了 又是稀稀 但都來了十多歲 所以又要看你工作上班 或者你的朋友 家人是否在這裡 如果出市區工作 確實是比較遠 另外Langley暫時是沒有Highrise 如果有些朋友喜歡居住高樓大廈 只是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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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2900至3200元 也挺厲害的 也挺厲害的 因為有很多家庭 對 整間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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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租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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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 可能會有升值空間 可能會有增值空間 上影片的那間就很漂亮 那間真的很漂亮 我看到中空位已經是6級人 空間感是很舒服的 空間感比較大 如果Willowbrook去Willowby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都要十多分鐘的 駕駛車的話 但有些人會覺得我居住環境駕駛十多分鐘 不要緊 我有這些小型商場 在附近都可以的 好 今天剛才碰到JGM 大家一起聊天 非常有緣 雖然好像一家一樣 最重要是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一定要按讚 一定要分享 有些什麼下面留言再說 好了 就這樣了 我們是不是要喝啤酒了 要喝啤酒 上班了 一年就要喝啤酒 一個星期一瓶 沒錯 走吧 走吧 拜拜 這個真的要喝啤酒了 答對了 答對了 好了 現在我們進來這個Willowbrook Shopping Mall 可以給大家看看 其實Lanny那裡也有一個這麼大型的Shopping Mall 是室內的 你可以有衣服買 Body Shop 賣金 賣鑽石 賣鑽石 也有的 而這裡有一個很大型的Food Quart 但現在就Covid期間 沒有一堂食 所以現在的座位全部收起來了 不過也有一個這麼大型的Food Quart 好 來到這邊呢 譬如你想吃這個Gilato雪糕 然後還有大型的電訊箱 這裡要開電話那些 也是很方便的 然後再前面呢 就是一些賣衣服的店 例如一個大型的服裝店 H&M 這裡也有的 好 還有呢 就是我現在身後面這個 這個呢 將會2021年的秋季左右 就會開幕的大統華 那你在這裡呢 進來Lanny 就算住在這裡 你也可以買到一些華人的食品 不用走出去 其實我覺得也算是一應俱全 什麼都有些這樣的 就算你說這個body shop 買販檢 金舖也有 超級市場 將會開大統華 另外眼鏡舖 賣衣服 運動舖 全部都有的 其實都幾齊的